仔细看眼前这把巨伞 组成他的事 54个造型独特的伞状现象 老人拉下其中一个红绳 打开落下的墓盒 一张印着照片的黑桃沟赫然显现 对面的男人一看 这正是当地的刑侦复制队长 而同样的扑克牌 凑齐了整整衣服 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为这个家族保驾护航 老人说自己把他们供在这里 每天都会给他们烧香 祈祷他们平平安安 因为 他们平安了 赵家就倒不了 有了这些人的保护 赵氏家族在昌武 宛如皇帝一般全是滔天 行事随心所欲 只要惹了他们 就会被立刻杀了灭口 你看这个躺在床上 病入膏肓的女人 就是被赵家打得肾脏摘除 只剩下几周的生命 男人打开手机录像 身为俱下的哭诉 被欺压的事实 实名举报赵家 对妻子的拳打脚踢 原来他的妻子 只是因为找他们留了 卖了房子又不继续建好 就被打成了这样 儿子也人间蒸发 还背上了大笔欠款 就在男人情绪激动时 赵家老三就带人找上门来 还没给男人说话的机会 老三挥挥手 人就被丢了出去 女人也被就地解决 第二天 新闻就报道了两人身亡 但案件却变为了 丈夫罗某殴打妻子 致死后跳楼自尽 秘密调查组的阎老 皱眉看着手中罗某的举报信 神情落寞地让手下归档处理 当男人拉开柜帘时 里面的一幕让人不寒而栗 柜子上竟然摆满了 赵家往年来犯下的种种 人神共愤的冤案 多得让人头皮发麻 可调查组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因为赵家手中的54张牌 可不是摆看而已 就连铁证如山后 都没办法将他们绳之以法 就像赵家老三杀了罗某全家后 转头又去收购负伤的渔场 被直接拒绝后 从小到大事是顺心的老三急眼了 连夜来到码头 拿着火冲就把人散掉了 真的是人狠话不多呀 就算现场有目击证人也完全不在意 面对铁证如山 老三不出意料地戴上了小手套 而另一边的赵家长的 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于是给大儿子打去电话 果然 第二天赵家老三就被放了出来 但你以为赵氏家族 都是这么的相亲相爱吗 不 想想古代的历代皇室 只要触及了利益和底线 自己的儿子也可以赶尽杀绝 负责此案的长征 以为是身居检察官要职的赵家老二 利用植物质便放走了老三 于是找到他开始置物 但老二这个人 对于赵家来说是个奇葩 他对家族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 听到老三被保释后 终于狠下心来 找到如同皇帝丹的父亲 开门见山让他直接去自首 不然就去上交自己掌握的 赵家所有犯罪证据 可到了晚上 老二整个人就被炸磨了 直接丧生火海 而这一场爆炸案 警察不仅没有找到真凶 赵家老二掌握的所有证据 也不知所踪 另一边刚刚归国的赵家老四 似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要重回赵家了 也是第一次跟那个人见面 他口中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作为赵家隐藏最深的一个儿子 赵家老四为何一直在打探拉拢长征 明明上有局长张秋风 下有其他小罗罗 为什么执意要找这个刺头警察长征 一开始长征在刑警队做副队长 赵家就特意让保护伞 把他下放到一个小派出所 每天都在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 结果他依然依靠自己 和赵家老三打成一片 但老三误以为自己已经 收服了长征这个刺头 结果长征反手就送上小手铐 可见长征并不是一个吃素的人 而赵家老四一回骨 就动用自己的手段 让长征成为了老二爆炸案的第一嫌疑人 长征为了自证清白只能暗中调查 这一行为让老四很满意 因为他就是要逼得长征主动扶累 还有就是长征的女友经验 赵家老四在国外就与他接触 不仅是他的老板 还是他的贴心好友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提前布下的阴谋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长征 而这都足以说明 长征的真实身份不简单 在结合之前 老四询问父亲 是不是还有一个私生子 要知道老四作为一个严谨的律师 他绝不会没有证据就说这些话 屏幕前的你有猜到 长征的真实身份吗 快来评论区告诉我 这就是2022年 无限反转的国产烧脑悬疑局 罚罪中的部分内容 开局就给人炸懵了 54个保护伞现在还只亮明了两天 这剧情走向 后面肯定是反转算计不断 小编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 最后的大王小王究竟是谁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视叫做罚罪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